抓些干净后,把水放空干 相信煮粥大家都会 但是煮的时候,只要能用大米快速开弯 煮粥看似简单,其实它是有技巧的 把洗净的大米倒进一个小点的碗中 碗中加一勺使用盐 再倒少许的花生油 搅拌均匀,给它腌制一下 最后的目的是防止大米粘锅糊底 想要煮好一锅粥 首先要有好的糙底 大米搅拌均匀后,用保鲜膜给它封住 以后放进冰箱里冻两个小时 如果没有时间的朋友 放进冰箱里冻一个晚上,再拿出来腌制 把米冻一下就能破坏大米里的脂质 这样大米里面就会变成蜂窝状 这样煮的时候,大米就非常容易糊化开花 然后再准备一块牛肉 把牛肉放进水中 把牛肉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后把它放在塞板上 把牛肉放成两块,然后把它切成薄片 家里有小朋友的朋友 建议大家上包够多粥给孩子们说 全部切好后把它装进碗中备用 把姜切成片 再改刀,再改刀把它切成湿 先步切好后把牛肉装一洗 再倒入少许的胡椒粉 少许的电粉 少许的米酒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放着腌制15分钟 准备塑料的小松,把它切成鲜 香菜吸掉头部,也把它切成断 先步切好后装进盘中放着备用 然后再根据够人的爱后加一点新鲜 再把山菜切成条 前步切好后装进盘中备用 再准备烧起了窑柱 有些地方就窑柱,有些地方就干贝 锅底加点窑柱包招,非常鲜香、鲜甜 再倒入少许的新水 淘洗两遍,把表面的灰散炸住后清洗干净 控干水放后,再把它酥碎备用 砂钩中倒入少许的新水 再把酥碎的窑柱下入锅中 开大火煮开 大米也冻两个小时了 现在把它拿出来 然后把大米倒进锅中 放下去的时候搅拌一下 以防粘锅糊底 盖上盖子,大火煮开后转小火包20分钟 20分钟后打开盖子 这个大米这样煮出来已经开花火化了 如果喜欢糟底烂点的朋友,转大火沿着一个方向 不动的搅拌 这样也能塑尽快适把大米煮烂 这个时候可以把研制好的牛肉给下入锅中 再快适把牛肉打散 开大火煮开,这个牛肉削的比较薄,熟的也比较快 再加两小勺食用盐,调一下底味 再倒少洗花生油 搅拌经营后把火关掉 最后再把心晒和香晒松,写入下入锅中 然后给它搅拌一下 用锅中的鱼弯,把它碳熟 做到三公牛肉糟就做好了 这边做出来的牛肉糟非常的香,而且又好吃 主要是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做到糟可以当夜宵,也可以当早上 美肥主义大哥都不够熟 再配上这个洁配的窈条 就可以开酥啦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帮忙点赞,关注,留言,转发 鼓励支持一下哦 谢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